阿姨们上午好 今天去买了一块上好的雪花牛肉 花了32块钱 打算做一个小学生午餐 牛肉焖饭 我们先把米泡起来 准备一杯半 然后到清水泡个15分钟 这样以后我们给它改刀一下 然后切成小一点的块 我们家吃牛肉的频率比吃猪肉还高 因为我感觉小孩子 还要吃牛肉会比较好一点 切好以后开始腌制 抹一点还要恢复较粒 多一点 再来一小勺白糖 适量的生抽 然后大概半勺的蚝油 抓拌均匀 因为我们买的牛肉是雪花部分的 所以会很嫩 我就不用加什么蛋清玉米淀粉 最后我们封一点食用油下去 好了现在要彻底抓勻腌制15分钟 配菜的话我们准备半根胡萝卜 我们先切厚片 然后再给它切成长条 准备半个洋葱我们切丝 一小块生姜切片 香菜的话我们香菜根不要去掉啊 这个很香的切小段 锅里面我们加油使用油 先把香菜洋葱姜葱 熬一个葱葱 火不用开的特别大 一定要把它炸香 炸了4分钟左右 像这样子表面焦焦的 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这些不要 接着我们把梅子倒下去 然后快速把它炸 接着以后我们来一点点米酒去冰箱 然后再把红萝卜放下去 把它炒至软烂 先把这两样给它炒一炒 然后我们倒入清水 盖住食材 加入一勺盐调味 少许的生抽 一点点老抽上分 接着我们把泡好的大米淘洗干净 然后加进来 然后盖上盖子炖小火 先焖20分钟 朋友们中途我们要打开 用筷子给它炸一些小火 让米饭更快熟 10分钟过后 我们要移动一下锅子 不然的话中间会融入 妹妹如果觉得这样麻烦的话 你们也可以把馅料炒好了 用电饭包包 包出来的话也是可以吃的 只是说用铁锅做出来 它有一股锅巴 我也不觉得好吃 最后我们撒上葱花跟香菜 平时可以私做一下 真的又快速又简单 而且很好吃 摆上几片生菜点缀 摆上几片生菜点缀 加了点青菜 然后他们两夫妮就吃牛肉焖饭 我给自己弄了那个 用那个汤来煮了一个粉丝 然后吃一点青菜炒了一个牛肉 整个屋子都是这个牛肉焖饭 铁锅焖出来就是不一样 嗯 你在电梯口都闻到了 嗯嗯 嗯 香味这么飘 对啊 我最近摸索就 就闻到超级香 干杯 嗯 好香 妹妹我要熟完哦 嗯 可以 够吃吗 够吃啊 好吃 小时候我们就是用铁锅 我们在我们四川奶奶家 就是用大锅饭 然后塞柴火 那个底下那一层焖饭那个锅巴 香弹的 我给你给你这样 哦 小学的时候 我小学的时候 嗯 这个糖绝啊 嗯 用瓜葛又有馅腿 哈哈 我们吃完了 嗯 拜拜 嗯 我要洗凉衣服 晚上洗衣服 我要洗洗凉了吗 啊 我要洗洗凉 嗯 嗯 我来挂 你来 你来弄衣服好不好 好 洗完了 好 等你啊 嗯 早上我洗好 但是没亮 嗯 嗯 你就是 你就是想和我一起亮是不是 啊 是的